那我这个个案 就是老菩萨 我这个连柳丘鲁鸡士 他的公公是瞻老鸡士 那么他一生在我们台湾中部 就在市场里面卖鸡 鹅 这些生灵 卖了还兼宰杀 我在佛陀教育经会讲 大圣大吉地藏十论经 这个师姐跟师兄 就那一段期间去听我讲经 那前跟后都没有 事情报完以后 也就没有再联络了 我常常碰到这种连柳 我也习惯了 我们对佛菩萨都是有求 等求劳以后 得到满命以后 我们就跑得无影无踪 我这个连柳 他就到佛陀教育经会 大概前后我的印象好像听一个月 很认真的听 那听完就在佛陀教育经会的门口等我 那媳妇的邱鲁师姐就哭哭啼啼 就是 一直流眼泪 我说为什么哭呢 他说黄书兄 我跟你讲 我这个公公是杀鸡的卖鸡的 造很多杀业 如果造地藏经里面讲 他一定会下地狱的 一定会去受恶报的 我怎么办 我要救他了 这媳妇很孝顺 有些媳妇根本 说不定还不理了 他想到要救度他的公公的化身会病 这是真孝 他不是只有孝养医死的色身 他是要救他的心 我们前面都有讨论过 他那个灵性 那个真骨髓 那个真骨髓就是他的灵性 你供养的这个甲骨髓 那个微生 是他的身体 他一直哭 我说这样好了 你跟地藏菩萨许愿 送地藏经 回向给你的公公 希望能够消除这些杀业 能够解冤世界 后来我就跟这个师姐讲了 我说那按照因果的道理 缓作用力 那你前世杀生 这世杀那么多鸡 那你要放生 我说你能不能按照地藏经里面讲的 把你公公给你的钱 拿他的钱来布施 亲麦 如果让他知道最好 他说不能让我公公知道 我公公脾气也很不好 我说这么难度 他说那师兄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你至少要 在他还没有手抱一点 要表达忏悔的意识 他说要怎么做呢 我说放生 他说怎么放 我说杀鸡就放鸡 我跟你讲 人有自诚心 然后和尚讲过 就会自诚感通 你真要发那个自诚心 它是跟菩提心相应的 不可思议的 结果我就带着他说 好 那我问的结果 那屏东有一个法师 创办的那个放生元期 可以容纳我们要放生的鸡 买多少 买一千只鸡 就一千只 那我就 请了一位法师 还有几位连友 我们就开车下去了 我第一次到那个鸡 小时候有直接住过 但是我没那么大间的 我就到那个 那个附生元期很大 里面都是野荒的 把那些 圣诞的母鸡 要被人家宰杀 人家就把他买过来 就在那边让他安养 忠老其身 就我就看到很多那些鸡 在那边走来走去的 很自由自在 以前都被关在那个鸡笼里面 那我们这种 在那个中间 满地都是混变 那个鸡混一大堆 摆一个香案 放西方三圣 在那边那 然后就唱 洋智进水战 大悲咒 然后就开始撒大杯水 把那个树 一草一木 那些鸡 全部都给他撒大杯水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也不可思议 晃生完了以后 先修这个福报 你一定要有福 才有办法开智慧 你没有福 你转不了他的恶眼 跟恶境界 好 放生完了以后 总共花六万块 那个师姐 跟他师兄 就去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 你现在生病 我们帮你放生六万块的鸡 他用台语骂 不猜质 不猜质 国语教授 浪费那些钱干什么 没有谁否他就没有智慧 你要原谅他 没有啦 爸爸 我们只是说做一点好事 你要想 为什么这子女这么孝顺 爸爸因为习气的关系 因为业力的牵连 他去赚那个钱 去杀鸡 养鸡 也是要养活你这一家 好好待不得子孙子女 我们有时候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感恩说 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一家造了这么多业 所以我们要救他 我们现在学乎我们懂了因果道理 因为我们要救他 他所做的行业 不是活头讲的这个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正命 正命就是我们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业正命 正正进正念正定 那个正命呢就是说你要去做正当的工作 来养活你的生命 那叫正命 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开吊虾肠 好开吊虾肠 我在这边我还是要呼吁啊 我们还是要听佛陀话 我们要以正命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有些人会去换赌 对不对 有些人会去做杀人的武器 卖枪卖刀 你不要说你卖赌给人家赚那个黑心钱 你就得到一时的豪奢的生活 大一大多的生活 那都会有果报啊 我上次看到一个毒贩毒烟娘 两个都是年轻人贩毒为生 最后那个男的呢 那个毒贩自杀死亡在房间里面 那个女的呢也是吸毒吸到昏昏醇醇的 赔那个自己赔了三天三累 自己都烂掉了 都腐化掉了 是长驱了 灵机受不了那个味道 跟警察报告 警察来现场看 两个都毒品人口 两个都是在患毒 死的时候就昏昏醇醇的 那个女的也是一样 死里怎么错他都没有闻到 是自己遭感的 所以我们要依佛陀的教会 要以正当的职业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舅舅很有钱 住在乡下 闲来无聊去开个钓虾场 给人家钓虾 造业啊 你都赚他几块钱造业啊 结果他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练大学 硕士班毕业 在我们北部一个国立大学 暑假回家 帮爸爸妈妈做农事 去管理那个钓虾场 他自己也下去钓 拿钓竿下去钓自己的钓虾场的虾 结果骑摩托车要回家吃换 暑假嘛 钓竿没有收好 湿湿的 放在摩托车上面绑着 结果钓竿去甩到高压店 当场电子在马路口 烧焦 高压店烧焦 现做现爆 从此以后我这个舅舅悲伤度日 长死横死在街头 我舅妈想不开 后来为疾病所苦 长了子宫僅留 家里也是很有钱啊 结果在这里想不开 在自己的家里上吊自杀 你看吧 福报刚才讲的三世院 你有福报可能去造业 造业必敢得恶报 何苦来哉呢 所以我们这个修鲁师姐 他就跟他公公讲 他过去浪位前 事实上也有拿他爸爸一点钱 因为地藏经有交代嘛 那就请我到三君总医院 就在我们这里去跟他关怀 我听他讲 刚开始法师去的时候 根本理都不理 那个三宝来的不理法师 法师说来我们念佛 他连理都不理 他不看法师他看旁边 眼睛看天老板不理你 他叫我去 他叫我去 我先去帮他修复 先帮他忏悔业障 先放一千只的鸡 我再到三千总医院去 我就跟他表明 我是皇警官 大概他是乡下人 一定要警官 多多少少的先起一个 起一个敬仰的心 大概马上就升起来 那我就开始跟他讲善法 我讲的比较简单 简单的因果道理 没有学佛的 那个习气很重的 你不要一直跟他讲太深 他会排斥 我就开始慢慢跟他开导 讲善法 赞叹他 他对这一家的贡献 这个家庭的贡献 然后跟他讲 这个人的生老病死 十二因年苦极灭道 佛陀跟我们讲的道理 那最后呢 讲完以后他就眼睛一直看着我 怎么样 有感应道教了 然后我就把他的手伸过来 说来 老菩萨来 我带你练佛 我就拍一下 他说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总共 我说你跟我一起念 你不要一直看着我 跟着我一起念 他也说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律佛 勇为道中 各位不要低估这个 有些他是 他的善根福德因年 还不记住 我们说不得少善根福德因年 我们有一天志光跟我 昨天跟我讲很好笑的事情 我们昨天佛医 那大概我们讲堂门口 停了一步 那隔壁那个老菩萨 他做礼窗的 他平常是不练佛的 没有学佛 那他按这个电铃 告诉我们下去把车子移位 对啊 那我们志光就下去了 他说 那个伯伯啊 那个老菩萨 什么事啊 没有啊 你们这个连柳把车子 稍微移开一下好不好 那好啊 他刚下去开门的时候 因为我们楼上在晃 阴光大师的 南无阿弥陀佛的调 门一打开 佛号就传出去了 你知道那一幕 让我们连柳架住了 他说 阿弥陀佛 他跟着那个音乐打拍子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连柳当场听着撒住 他说他会念阿弥陀佛 他不可思议 你看吧 如染相忍生有相忌 持者云类相光庄严 佛头顾面讲说 念佛有什么好处 就好像你奇迹远众 你跑到一个卖乡的隔壁 他在染乡嘛 你在那边陪他聊天 在讲一些话 等一下你回家的时候 身上都是香气 我们的隔壁这个座里窗的 老菩萨就这样 如染相忍生有香气 持者云类相光庄 种下种子 所以那个老菩萨在病床上 我跟他练十八生的阿弥陀佛 神话 他跟着练的时候 他习悟哭了 冲到措手去大哭一场 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公公怎么会练佛 这叫转烦恼为菩提 调腐刚强众生 结果后来一年就来了 再隔一个礼拜 我们二十三嘛 再隔一个礼拜就过年了 我在家里清扫窗户 邱路士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黄老师 我公公有没有可能是除夕夜回去 走啦 往生啦 我说打那么巧 我说你去跟地上菩萨祈求一下 能不能用人家delay 稍微延一下延到延宵节再去吧 过年大家都忙着过年 没有时间祝念 佛菩萨都安排好了 那个书节早就有灵感 他就有那个善根 就会感应道教 因为他家住中部 住宴完以后 他公公已经答应 会给他住宴八小时 之前都讲好了 老人家也都准备好了 他心里有准备要走了 他就癌症了 那个丘鲁士节那个菩萨 你看多贤慧 把家里的衣服都准备好 要带回中部的行李都准备好 提前一天过年 二十九号办围炉 把家里的祖先先拜好 佛菩萨的佛堂先拜好 都准备好了 我们过年都会 台湾都会有习俗 拜那个连膏啊 连糖啊 还有橘子啊 求吉利啊 他都准备好了 先拜好 全部都准备好了 就等住练 好像如有神住 好像有神痛一样 真的练会有这个好处 真的可以一知十字 他偏四年 结果二十九号办围炉 他通知他先生的 还有一个哥哥在彰化 就是他这个偏四年 就是第二个太太生两个儿子 两个媳妇还有孙子都有 孙子都很孝顺 叫他哥哥说 从彰化前家过来 到弟弟家念佛这边围炉 前家做大围炉 那他跟大坊那边讲好 爸爸如果往生的话 我们就送回彰化 大家一起再继续祝念 在台北先祝念八小时 结果他们就提早在二十九号围炉 到晚上十点多 隔两个小时 就要转除夕三十号 他爸爸就做轮离出来 看着大家祖孙 那眼睛带着裂光 依依不舍 最后除夕夜的凌晨三点首报 五个小时以后就走了 我一路晚以后走 人生谢幕圆满 开始祝恋 我开始一个一个叫 一班两个小时 两个师姐 跟师兄师姐一起祝恋 总共祝恋将近 好像是八小时到十六个小时 圆满 再给他大体送回彰化 就做乡下的一些事情 功德圆满 练佛功德不可思议